好,各位同学,那么我们本节课来学习我们的第2个循环语句 Fall循环语句 好,我们再建一个新的文件 好,同样我们还是用我们的Scode的SleepPad的功能 看一下Fall循环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代码结构 好,这个是Fall循环的一个基本的代码结构 好,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Fall循环 它和Wall循环在使用场景上面有什么不同 Wall的使用场景我刚刚用很形象的这样一个例子 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举例 那么我说一下Fall循环 Fall循环的设计在Path里面主要是用了便利或者是说循环 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一些序列 或者说还有集合字典 也就是说凡数这样的一些可以表示主概念的Path里面的类型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Fall循环来便利 大家可以注意我这里用了便利这样一个词汇 为什么用便利呢? 因为便利是非常能够体现Fall循环特性的一个词语 对于一个序列或者是集合字典 Fall循环都将取出这些序列 或者是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把它们拿出来 所以说用便利是比较形象的 好 我们现在来C一个小的示例 我现在的第一个列表A 然后列表A里面有这样的四种水果 iPhone iPhone 还有一个葡萄 好 那么Fall循环后面的这样一个加违符 它是用来给你自己定义的 你可以定义任意的一个符和Python变量规则的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in后面的这样一个加违符 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列表 好 然后我们用具体的示例来体会一下Fall的一个用法 好 我这里Fall 我这里随便打一个X 然后in 我们就把它替换成我们所定义的这样一个列表A 好 然后在代码块里面 AddPrint 这样一个X 这样最简单的一个Fall循环 我们就完成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好 这段代码的运行结果就是依次打印出来了 Apple Orange Banana Graph 好 那么这个X的意义是什么 X就是代表当前的这一次循环里面的列表里面的某一个元素 当这个循环便利到Apple的时候 X就是Apple 当循环便利到Orange的时候 X就是Orange 好 这个是Fall循环最基本的用法 然后我们说过了代码块有一个特性 就是代码块的内部还可以再迁讨代码块 好 所以说我们通常还可以在Fall循环的内部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Fall循环 我们把A简单的改一下 然后看一下 两个Fall循环通常适用于什么场景 好 我现在让A这个列表的第一个元素变成一个子列表 然后我再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圆组 好 这个圆组的元素是数字123 我现在要求打印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列表的元素来 如何打印 注意我说打印出来所有的元素 并不是说把列表里面的这两个子列表打印出来 现在如果我们直接用Print X 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打印出来的并不是 Apple Orange Banana和123这样的一个元素 而是把两个列表打出来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打印出这个子列表里面的那个元素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两层的循环 好 Y IN X 好 然后再Print Y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列表 包括子列表和子元素 全部被打印出来了 好 那么理论上面来说的话 可以有无限级的嵌套 好 这里想到了之后 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默认情况下面 Print 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元素 它将呈现一个列的排布 如果我们想让每一个元素都在一行 被打印出来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可以在Print后面加一个And 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的一个空字符券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智能感知 其实它给出了一个提示 就是默认情况下 如果你不设置这个And的循环的话 它是这样一个换行符划 反斜钢 所以说它会执行这样一个换行 好 这样修改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好 现在我们发现整个的列表元素 被横向的打印出来了 好 把这个给取消掉 那么正如我们的if和else搭配 然后while和else搭配 for也是可以和else搭配的 while由于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condition的条件判断的 所以说它的else非常好理解 这个和ifelse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for循环这里的else如何来理解 我们来研究探讨一下 好 给我们pass的站位符改成一句话 改成这样的一个fruit is gone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fruit is gone 这句话会不会被打印出来 然后如果它会打印出来 是在什么时候被打印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发现 当我们所有的列表的元素被便利打印出来了之后 最末尾的时候 fruit is gone 这句话被打印出来了 好 那么不同于我们的while-else循环 while-else循环我刚说了 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它有一个条件判断 但是for是没有的 那么对于for-else来讲的话 else是什么时候执行的吗 是这样的 当这个列表里面所有的元素都被便利完了之后 这个else就会被执行 也就是说当x 它首先便利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 便利到最后for整个的语句话结束之后才会执行else 好 那么关于while-else和for-else这两个循环的else 实话实说 我确实写python是没有用过的 倒不是说for-else或者while-else没有用 而是其他很多语言都没有这样一个语法 所以说当你用python去思考的时候 偶尔也会不太习惯这样一种写法 所以说大家 我的建议就是讲知识 我肯定是会给大家讲到这样一个else的 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循环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不需要强行的 一定要用到这个else 怎么写怎么顺心怎么来 因为如果非得用到这个else 其他的一些语言的开发者 如果来读你的代码的时候 它其实根本就很难反映过来 这个for-else是什么意思 目前来说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一个个的便利 这些列表里面的元素 好 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 如果我想强行中止这样一个循环怎么办 好 那么二维的便利如何去中止跳出这样一个循环 稍微有些复杂 我们先放到后面来讲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代码给屏蔽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代码 好 我就定义一个a等于1,2,3 for-else,b,a 好 本来它是要打印这样一个x的 好 我现在只想让x便利到2的时候 就终止这样一个循环 不再去便利3 那么这个代码也这么些了 我们可以用if 当x是等于2的时候 然后此时我们就要跳出这个循环 跳出循环的语句 关键字母是break 好 那么当x等于2的时候 这个循环就跳出了 那么我要问的是 后面的这样一个3 以及当前的2 还会被打印出来吗 不会 一旦for循环遇到break这个语句了之后 这个循环就立刻结束了 它不可能去执行break后面的这样一个代码 包括下一次的循环 下下次的循环 都不会再执行了 所以说这段代码的运行结果 将只显示1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显示了只有1 并没有2和3 那么接着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面 我只想跳过x等于2 我依然想把x等于3 给打印出来怎么办 好 那么这个时候break 我们只需要换一个另外的 还是能不能禁止 就是这样一个continue 那么此时我们再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将打印1和3 仅仅是把x等于2 这个特殊的条件给跳过了 break和continue 这个循环里面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break是强行终止当前的循环 并且以后的循环都不会再执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个奇怪的现象 也是很多同学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现在把continue 放回成break 我们再加上这样一个 iels create eof 好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当放循环结束了之后 一定会打印出这个iels里面的语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此时再看一下 加入了break之后 它会执行这个iels里面的语句吗 我回去看一下 放大一点 不会 这里面只会打印出1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束标识eof 那么这个就是我要强调 如果你的for循环不是正常的结束的 就是让它便利完了 而是通过强制的break打断的话 是不会执行iels里面的语句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多同学的程序有bug 都是由于没有理解这一点所造成的 好 那么大家猜一猜continue 会执行iels吗 我猜continue是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打印出了eof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把握住这个原则 你用continue的话 一样是把for的便利给执行完了 所以说它还是会打印出这样的一个eof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稍微的扩展的复杂一点 把三分之内的代码给屏蔽掉 然后把我们刚刚的这个代码给放开 好 我们send down 在这个第二层的炮行环里面 用一个eof 判断语句 eof y 是等于这样的一个orange 好 如果它等于orange 我们break掉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运行结果 好 放大一下 对于我们加入了break之后 我们看这里 它打印出了这样的一个 apple 1 2 3 然后froot is gone 好 我现在需要的是 大家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打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加入了break 为什么这里 还有else里面的语句 fruit is gone 然后我们明明 从orange这里break了 那么为什么 后面的123 还被打印出来了 不是说break不是直接结束了吗 为什么后续的元素还有呢 好 大家请带着这样的两个疑问 思考一下 我们的这些知识比较简单 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的同学 所以说我尽量在课程里面 去加入一些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和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